我和妻子结婚六年没有孩子,岳父为了传承香火,一直按撮撮让我在外面找别的女人,我觉得荒唐一直不肯,直到妻子出现意外,成为植物人,岳父直接安排我去相亲的小礼,你去看看这个,听罢的,这姑娘知根知底的,她妈妈就是咱们医院王主任,前阵子才刚从国外回来,两个月前, 妻子竟然莫名其妙独自一人出现在了酒店房间,她穿着性感,用一根套锁将自己吊在了吊灯上,虽然人获救了,但是陷入了脑死亡,警察查证后得出结论,妻子并非自杀,只是有某些隐秘的癖好,只不过没掌握分寸,出了意外,我还没接受妻子成为植物人的事实,岳父居然忙不迭地给我介绍起相亲人, 仿佛躺在病床上的不是她的女儿,难道这是在替妻子惠芬试探我的忠诚,我立刻警觉起来,爸,现在惠芬还在病床上醒不过来,我没这心思, 孩子,爸是为你着想,惠芬现在这副样子,基本上是醒不过来了,你还年轻,有大好的日子等着你呢,岳父切而不舍,甚至拿出一张女人的照片往我跟前凑,浑然不顾病床上双眼紧闭无知无觉的女儿, 我的妻子够了,我装作忍无可忍站起来,爸,惠芬虽然没醒,可是她什么都能听到,亲生女儿还在,您就急着给女婿相亲,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? 我一向很尊敬您,可是今天您让我太失望了,我几乎已经在病房里守了妻子两个月了,此刻满眼血丝,身形消瘦,头发胡子更是乱糟糟的, 这样一副形容突然爆起,岳父被我吓得死缩了一下,他尴尬地把照片放在桌上,反复搓着手, 我颓然探坐在沙发上,可能要永远失去妻子的恐慌和对他不守妇道的愤恨,岳父莫名其妙地提议,几乎要将我折磨疯了,那孩子现在就在楼上他妈办公室呢,我带他下来,晚会儿你们先见见,趁我没有讲话,岳父已经一溜压跑了, 李医生,您都守了快两个月了,接下来什么打算,病房里只剩我和小护士徐,秦,他和我也挺熟,眨巴着双眼看着我,您总不能不回港啊, 听说院长他们都着急死了,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,我很清楚,医院里对于妻子在酒店出事的风言风语,早已传遍了, 我无奈地叹息一声,我已经喊了我妈明天过来替我照顾着,徐金点点头,他咬了咬嘴唇,最后像是下了什么决心一般,快速走到我身边, 李医生,我听说过萧大夫说的那个王主任的千金,据说他私生活特别乱,在国外捅出了大篓子, 不得已才回来的,于主任想让咱们院的青年才俊接下他女儿的烂摊子,可是大家都知道怎么回,没人答应的,这才找上你, 您可别告诉别人,是我和您说的,徐金说完,还不忘怯生生的加了一句,我强打起精神,冲徐金笑了笑,放心吧, 我懂得,直到走出医院大门,我还在思考岳父这么做的用意, 真的是如我所想,试探我的忠诚,还是想再给我结一门姻缘,好赌一赌我的嘴,如果是前者,那我今天的表现是对的,否则岳父会不会一气之下, 不再给我任何资源和助力,如果是后者嘛,我嘴角轻轻勾了起来,理想,想哥,一个穿着时髦的年轻女人, 正倚靠着一辆拉风的木马人,离着老远,她就夸张的和我打着招呼,你是,我皱眉看向她,觉得有些面熟, 王,蓝,心,女孩红唇青土,然后挑眉一笑,你的相亲对象,我仔细一看,果然是照片上的女孩, 我惊一不定,难道这也是试探的一部分,胡闹,我什么时候答应相亲了,哎哟,李医生,王南新是个自来熟, 他直接上来挽住我的胳膊,别这么老骨板嘛,我也是被我妈逼着来的,咱们好歹应付应付,早点完成任务, 早点个子交差,我就这样被眼前的女郎不由分说,拎进了木马人宽敞的副驾上, 李响哥,真让人伤心的,你怎么把我都忘了,王南新一边开着车,一边侧过头看我, 小时候你回乡下之前,我和你还有汇分,咱们三个也算是一起长大了嘛, 虽然你们结婚时候,我在国外没回来,我妈可是替我上过份子的了, 我回忆起从前,吃惊的长大了嘴巴,你是,你是圆圆, 你怎么这么瘦了,不怪我没有认出来,的小姑娘,印象中叫王圆圆,是个小胖端, 记忆里那个总跟在我和汇分屁股后面,女大事八变嘛,王南新言口轻笑, 好,圆圆妹妹,既然大家都熟,那我就直接说了,法律意义上来讲, 我还是已婚人士,不管大人们怎么安排,我们俩作为头脑清醒的当事人, 还是应该有点避陷,我面上不假词色,放心, 想哥,你也不是我的菜,她的目光肆无忌惮地从上到下打量着我, 露骨得很,我感到后脖梗凉嗖嗖的, 只得陪着笑,妹妹,你看我们也说透了,你找个地方,把我放下来吧, 我妈和萧叔叔给我定了时间的,咱,放下,那不成, 王南新的脸板了起来,俩必须相处三个小时以上, 不然,他们可不会放过我,看样子,像是我之前猜错了, 行行行,那劳驾您送我回家属院行吗,我们就坐车里叙叙旧也成啊, 我只得一边在心底,按骂岳父老坚俱华,一边退而求其次, 好说好商量,好在王南新答应了,他一个急转掉头, 然后便朝我和惠芬的住处开去,话说,真想不到, 你那时候和阿姨从家属院搬走,这都多少年了, 你取了萧惠芬,兜兜转转,这又回来了, 听到王南新提到当年,我的拳头不由自主地握紧, 片刻后又松开,世事难料,一切都是缘分, 我故作轻松地说道,对了,我记得我搬走没多久, 你就出国了,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, 想到病房里徐琴对我的提醒,我试探性问道, 嗨,当时也不是我想出去的, 我那不是在国内学校被欺负的没办法了吗? 一脚急沙,我的身体猛地叹了出去, 又被安全带一下子拉了回来, 王南新侧过头,一边摸着指甲, 一边眼神,精亮地看向我,具体的情况惠芬姐最清楚了, 当时带头欺负我的就是她呢, 看着笑嘻嘻的王南新, 我一下子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, 这时,车窗却突然被人从外面拍响, 我扭头一看,竟然是岳母林洪, 妈,我手忙脚乱地打开车门, 从车上下来, 你们在这做什么, 这女人是谁,岳母面色不渝, 因为妻子的事, 岳母几乎是一夜之间花白了头发, 从养尊处优的前医院院长女儿, 知名专家医生肖远山的太太, 变成了如今这副愁容满面的模样, 林阿姨, 我是圆圆啊, 王圆圆, 王南新变脸极快, 她几乎是立刻跳下来, 搂住岳母的肩膀, 笑得人畜无害, 哎呦, 是圆圆啊, 你怎么来这了, 岳母似乎有些吃惊, 你回国了, 你们家不是早就搬走了, 我专门回来看看惠芬姐姐, 王兰欣转头挑衅似的看向我, 还有姐夫, 岳母的脸上却挂不住笑了, 她似乎很不愿意见到王兰欣, 哎, 圆圆, 有时间去阿姨家玩, 阿姨给你做好吃的, 你没什么事别老往医院跑, 又不是什么好地儿, 哎, 林阿姨, 我看惠芬姐姐好可怜啊, 躺在那一动不动的, 王兰欣壮死亲密, 说出的话却拒拒扎心, 我眼看着岳母的额头, 蹦出两道青筋, 她好像在极力忍耐些什么, 好在王兰欣没有继续拱火, 她笑盈盈的朝我挥挥手, 想哥, 林阿姨, 我们回见, 然后便一脚油门, 扬长而去, 这小蹄子, 从小就这副德性, 真是随了她那个妈, 一向气质优雅的岳母, 咬着牙看着她的背影, 低声骂道, 我和你说, 你以后在医院, 记得离她那个妈远点, 岳母美好气的冲我吩咐道, 我只得苦笑着应下, 岳母啊岳母, 今时不同往日, 您的院长父亲早已过世了, 林家也余威不在, 汪兰欣的妈, 可是大家争相巴结的十全派人物, 我告诉你, 你可别看惠芬现在睡着, 就想着打什么歪主意, 岳母似乎想到了什么, 狠狠弯了我一眼, 夫妻过日子, 谁能保证一辈子没有个心缘一马的时候, 岳母轻飘飘的一句话, 却让我咬紧了牙关, 被警察和急诊通知时, 那股想要钻到地底的屈辱感, 再次油然而生, 人不能忘本, 要不是你取了惠芬, 就凭你的条件, 你怎么进得了是三甲医院, 你都是托了惠芬和我们林家的福, 你要感恩, 你知道吗, 你看你岳父, 当初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龟陪医师, 完全是被我们林家手栽培起来, 才有了现在的成就, 大概年纪大了, 岳母动不动就要翻出他们林家, 助力岳父发迹的历史教育人, 我强忍着不是, 一边陪着笑, 一边私存着, 岳父这乱弹琴的乡气安排, 还是先别和岳母说了, 第二天一早, 我看了看母亲曹军发, 我的到站时间, 提前来到了火车站, 我在老家都听说了, 都说惠芬这孩子在外面胡搞, 结果醒不过来了, 而啊, 你以后计划怎么办, 母亲沉沉开口, 我转头, 看着她关切的脸, 又使母亲独自一人抚养我长大的艰辛涌上心头, 我冷硬的心也有了一瞬间的柔和, 妈, 我同您说, 我叹了口气, 语调也轻柔起来, 岳父萧远山在医院里深耕多年, 岳母林洪更是之前院长的千金, 我当年能进医院, 能站稳脚跟, 全靠她俩帮忙, 母亲抬了抬下巴, 嘴角微微上扬, 当然, 萧远山不帮你帮谁, 毕竟, 你可是她, 她唯一的女婿, 母亲脸上露出了骄傲的神色, 我曹军的儿子, 从小就是这帮医院孩子里最棒的, 接着她似乎想到了什么, 神色松垮下来, 哎, 说到底, 还是你爸爸没用, 他就算是活着, 凭他那闷葫芦一样的性子, 估计也帮不上你任何人, 任何忙, 杂一听到母亲提到父亲, 我的手瞬间紧握成全, 接着又缓缓松开, 我和妻子会分, 还有王兰心, 其实算是一个院子里长大的, 只不过后来八岁的时候, 我的父亲早逝, 母亲就带我回了老家县城, 我一直拼命读书, 最后凭借自己考入省城, 进入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医院, 是我唯一的目标, 现在会分出了这样的事, 我当然心痛, 可是我缓缓笑了, 岳父在这经营多年, 不管怎样, 他女儿一天不死, 我就一天是他女婿, 这是说破天, 也改不了的事实, 有这样一层身份, 我做什么都便利, 母亲大概没想到, 我竟然是这样想的, 她当即着急起来, 儿子, 你糊涂啊, 男人家, 面子最金贵, 你, 你岳父给你介绍的那个蓝心, 家世背景可不比汇分差, 你娶他, 不也能在医院有靠山, 我盯着母亲的眼睛, 缓缓问出了心底的疑问, 您怎么知道, 岳父给我介绍相亲的事情? 这件事, 好像岳母都不知道呢, 母亲的表情, 似乎有瞬间的慌乱, 但她很快镇定下来, 她家闺女出了这样的事, 萧远山当然要和我知会一声, 给你介绍相亲的事, 她也和我说了, 我是同意的, 这件事是他们萧家理亏, 他们不敢说什么的, 妈, 您想的太简单了, 一个可能永远醒不过来的汇分, 和一个活蹦乱跳, 娇生惯养为人强势的王兰心, 您更想哪个做儿媳妇呢? 汇分醒不过来, 我以后想做什么都没人管, 我只有一个身份, 那就是萧远山和林洪的女婿。 再加上, 相亲的是岳母并不知道, 如果她知道了能不能承还两说呢, 毕竟汇分现在可还没去世, 何况, 王兰心可不见得会比醒不过来的萧惠分更好拿捏, 听了我的话, 母亲却急得不行, 孩子, 你想错了, 就算你和惠分离婚, 不再是她萧家的女婿了, 她萧远山也会心甘情愿地攻你。 王兰心长得好看, 身体又健康, 你以后才能过一个男人该过的日子啊。 我死死咬住牙关, 用尽全力平复情绪, 才能勉强让声音和平时一样, 我自己心里有成算。 您就别再为儿子操心了, 母亲看着我, 欲言又止,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, 我带您去岳父岳母家见见他们吧。 我沉声说道, 母亲却吓得一击灵, 她结结巴巴地开口, 我, 我不去了, 你那岳母, 从年轻就和我不对付, 太霸道了, 我怕她, 我心底冷笑一声, 然后温和地安慰她, 好, 听您的, 岳母说什么, 您也不用在意, 反正不常在一处, 将母亲送到病房, 我斟酌着来到岳父的办公楼, 岳父的办公室, 在四楼尽头, 我从一旁的楼梯间爬上去, 正寻思着怎么开口, 不妨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, 和一个穿着套裙的女人, 从岳父办公室走了出来, 我瞄了一眼, 好像是个医药代表, 这小医生, 真难搞, 嘴皮子都说干了, 还是不松口, 王姐, 这次多亏了你啊。 男人向旁边的女人连连作医, 女人胸前的衣服扣子似乎有些松, 她一边系着扣子, 一边朝男人交称道, 你懂什么? 这个肖大夫, 年轻时就有些风流的名声, 你看什么时候, 男业务员单独找他, 能办成事儿的, 我没想到, 竟然无意中撞见岳父私下里的这一面, 一下子进退两难, 不知道是应该进去, 还是扭头就走, 不过没等我想好怎么办, 已经有人等不及闯进了岳父的办公室, 王主任, 也就是王兰心的母亲, 在门口一闪身, 人已经进了岳父的屋子, 坏了, 该不会岳父和药代的交易, 被领导看到了吧, 我的心咚咚只想, 左右看看没人注意, 我壮着胆子将耳朵贴在了岳父的办公室门上, 笑打一声, 您倒真是潇洒的可以啊, 女儿还在楼下病房躺着, 您这就忍不住勾搭小年轻了, 没有想象中的剑拔弩张, 相反, 王主任的语气酸溜溜的, 竟然和一贯冷淡刚强的模样大相径庭, 想到哪里去了, 正常的业务交流, 被你说成这个样子, 岳父似乎有些不悦, 少游枪滑掉, 你自己说说, 现在你对我们母女俩有多敷衍, 怎么会, 我对兰心那简直是有求必应, 她想要我的女婿, 我都恨不得拱手奉上了, 那是你和你那好闺女欠她的, 王主任愤愤的声音似乎压低了些, 我不敢凑得太近, 有些模糊不清, 如果不是萧惠芬, 蓝心又怎么会, 我心中警铃大作, 岳父这莫名其妙的相亲, 果然是出有音, 听起来似乎牵扯到妻子和王蓝心之间的隐情, 很快, 王主任的脚步声逐渐逼近门口, 我匆忙从楼梯间退了回去, 我回到妻子病房, 母亲正坐在妻子病床前打着瞌睡, 我没有打扰她, 静静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妻子的睡颜, 悄悄来到走廊上, 正巧碰到要到病房里的小护士徐琴, 她先是一愣, 借着一双纯真的眼睛里, 很快盛满了欢喜, 雷打不动的每天来看她, 李医生, 您对萧小姐真好, 小姑娘咬着嘴唇, 可是, 她让您受了那么多委屈, 小姑娘声音越来越低, 不, 你错了, 我笑着看向她的眼睛, 爱一个人, 会愿意为她做任何事, 无论受怎样的委屈, 只要能让她轻松, 快乐, 向她所想, 及她所及, 万事做到她前面, 小姑娘被我说得愣住了, 她似乎有一瞬间的迷茫, 向她所想, 及她所及, 徐琴默默念叨着, 我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, 你还小, 以后遇到一个喜欢的人, 你自然就会明白了, 我不小了, 我今年都二十三了, 徐琴急切地变白着, 我知道我知道, 我禁不住感慨到花一般的年纪啊, 真好, 你还有大好的将来, 我看了看病床上的妻子, 可惜我, 恐怕以后是没有任何叛头了呢, 徐琴低下头, 若有所思, 我看着她的模样, 心底暗暗发笑, 小姑娘, 说不定有朝一日, 你能帮上我的大忙, 从医院出来, 我看着手机举气不定,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单刀植入, 直接找王兰心问清楚, 可还没等我找到她, 她已经先让人找到了我, 搞什么, 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, 为什么要我签字, 被妇产科电话通知赶来的时候, 我整个人都傻了, 我们前天刚刚见到啊, 你肚子里的孩子和我有什么关系, 我震惊地看着躺在床上一脸病容的王兰心, 想哥, 我肚子里的孩子千真万确是你的, 你要是不认, 大不了生下来, 我们做亲子鉴定, 王兰心虚弱的声音, 如同一记炸雷, 将我炸得万劫不复, 同时被击中的, 还有闻讯赶来的岳母, 你这个畜生你, 你竟然背着汇分, 做出了这种事情, 岳母反手一巴掌抽在了我脸上, 妈, 我真的不知道, 我试图和岳母讲道理, 但是圣怒之中, 她哪里听得进去, 林阿姨, 您误会了, 王兰心慌忙坐起来, 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惠芬姐和想哥的, 在场所有人都被这匪夷所思的说辞惊呆了, 你胡说什么, 惠芬都成那样了, 您这对狗男女还在这消遣她, 岳母最先反应过来, 发了疯似的想要朝王兰心脸上招呼, 岳父眼疾手快拦住了她, 你别打了, 兰心说的是真的, 汇分之前去国外动过卵, 她一直想要个孩子, 兰心之所以在国外医院被开掉, 就是因为她擅自培育了受精卵, 并且还让自己成功受孕了, 岳母的表情从愤怒变为惊诧, 最后又变成了哀伤, 吾吾, 这么说, 我们惠芬, 竟然还有骨血流下来, 岳母哭着扑到岳父怀里,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, 结婚两年后, 惠芬的肚子迟迟没有消息, 我敌却和惠芬一起, 趁着出国旅游的机会, 找了一家国外机构, 做过冻卵和精子保存, 就是想着万一以后, 真得没法自然怀孕, 人工受孕也是一条路, 可是现在的场面在离奇不过, 所以这段日子, 我一直想促成你和蓝芬的相亲, 就是想让惠芬的孩子和正常孩子一样出生, 岳父看向我, 老泪纵横, 我和惠芬姐这几年一直有联系, 王蓝芬眼里含着泪, 后来她出事,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留下一个孩子给她, 我从小就很喜欢惠芬姐, 她和我亲姐姐一样, 我不想她留有一汉, 王蓝芬的妈妈, 王主任更是痛心疾首, 她忍不住上前戳着王蓝芬的额头, 你疯了, 你这个拎不清的死丫头, 这下好好的前途都没了, 岳母赶忙上前拦住她, 好姐姐, 别打孩子, 看在咱们几十年交情的份上, 一定要让蓝芬平安把惠芬的孩子生下来啊, 老肖, 我误会你了, 岳母牵着岳父肖远山的衣角, 哭得像个孩子, 我一直埋怨你对惠芬不上心, 我真的不知道你, 竟然为了惠芬做到这份上, 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, 我怎么会不上心呢, 岳父事实地表着忠心, 我神色复杂地看向王蓝芬, 这个看似与我没有交集的女人, 竟然以这种方式, 与我有了如此深的亲伴, 惠芬又坚持了几个月, 到底还是去世了, 岳母哭得死去活来, 我默默地将她的手机和遗体, 一起送进了火化炉, 悄悄松了一口气, 李医生, 您节哀, 现在您太太死了, 您也可以安排接下来的人生了, 徐芬随着来吊咽的人群, 主动握住了我的手, 我点点头, 谢谢你, 小徐, 最近这段日子, 麻烦你了, 不麻烦不麻烦, 徐芬的眼睛愈发黑亮, 我只是想您所想, 及您所及,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, 一切尽在不严重, 在母亲, 岳父岳母的支持下, 我很快和大着肚子的王兰心, 去民政局做了登记, 很快, 临产期到了, 王兰心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婴, 几家大人抱着, 高兴的和什么似的, 尤其是岳母林洪, 嫌弃我们找的岳嫂不够用心, 她辞退了岳嫂, 几乎是二十四小时不错眼的盯着孩子, 真爱得像眼珠子一样, 下夜搬回来, 我悄悄地打开房门, 先去婴儿房看了一眼, 岳母搂着孩子睡着了, 我回到卧室, 床头灯亮着, 我的妻子王兰心, 正坐在床上吞云土雾, 你现在也当妈了, 能不能注意点, 我不满地把烟从她嘴里抽出来, 你打算逗那老太婆到什么时候, 王兰心倾勾着我的头, 在我耳边吐气如蓝, 那还不是看你的心情, 我转过身, 捏了捏王兰心光滑的脸蛋, 我玩腻了, 不如调个日子摊牌吧, 王兰心笑嘻嘻地靠近我怀里, 我现在特别想看看, 那老太婆知道真相时的嘴脸, 我轻轻吻上她的头顶, 闭上眼睛, 我等这一幕, 也实在等太久了, 没几天, 就是孩子满月的日子, 我们的情况实在特殊, 并不适合大操大办, 所以小范围内三家一起, 订了个酒店包间, 自己庆祝一番, 孩子还没取名字呢, 今天趁各位长辈都在, 妈, 您给孩子取个名字吧, 王兰心笑盈盈地将孩子交给王主任, 我的前岳母林洪, 从一进门就眼巴巴地望着孩子, 见女儿被交到我母亲手上, 她的脸不出意外地搭了下来, 王兰心像是没看到一般, 只等着他母亲开口, 终于, 林洪忍不住了, 他蹭得一下站起来, 嘴里念叨着给他做什么, 这是我家惠芬的孩子, 名字当然得我们家来取, 我眼急手快, 立刻站在他面前挡住了他, 林阿姨, 今天是宝宝的好日子, 您乖乖坐好, 别添乱啊, 听到我的称呼, 他满脸不可置信, 你, 你喊我什么, 林阿姨, 我一本正经地答道, 我这样称呼, 有问题吗, 今天我环顾四周, 是我和王兰心孩子满月的日子, 她的母亲, 才是我名正言顺的岳母呀, 你, 你, 林洪伸出颤抖的手指向我, 然后他像是想起了什么, 恶狠狠地瞪向我的母亲曹君, 是不是你私下和你儿子说了什么, 他挑今天给我演这一处, 我母亲吓得抖了一下, 委委屈屈地看了我们一眼, 我一个父导人家, 什么时候能做孩子们的主了, 那就是你是不是, 林洪不分青红皂白, 转身看向前边抱着孩子的王主任, 我的献岳母, 王主任保养得疑的脸上, 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, 林洪, 怎么现在一把岁数了, 做事和跳梁小丑似的, 今天本来是我们两家和家欢乐的日子, 请你一个外人来, 本来就是顾着你的面子, 你要是真的这么不识相, 那就只能把你请出去了, 一席话几乎没有给他留一点脸面, 看着林洪浑身哆嗦地站在那, 我的心底生起一股难言的快慰, 林阿姨, 事到如今, 我就和您说实话了, 王兰欣微微眯起眼睛, 这个孩子, 无论是生理上还是法律上, 都和您, 和您女儿, 没有任何关系, 你说什么, 林洪张大嘴, 似乎不敢相信, 当时这么说是我们商量好的, 怕你发疯阻拦两个孩子的婚事, 一直没说话的岳父, 萧远山终于站起来, 缓缓开了口, 林洪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们, 你们, 你们, 我养了慧芬快三十年, 养父做到这份上的, 不多, 萧远山惨然一笑, 目光凛冽, 直视着林洪, 林洪的脸瞬间涨红了, 似乎没有想到岳父会把这件事情抖落出来, 你今天讲这些是什么意思, 他满脸嘲讽, 反唇相机, 当初你跪在地上, 发誓会一辈子对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好, 求我给你一个机会, 你都忘了吗, 萧远山咬着牙, 突然将身前桌上的碗碟一扫而下, 他激动地拍着桌子, 我一直没忘记当初的誓言, 所以这么多年, 你冷嘲热讽, 极尽羞辱, 我都忍了, 可是你的女儿自己做了什么, 她丢尽了我这个当爹的脸, 萧远山激动的身体都在颤抖, 林洪的脸红一震, 白一震, 她养尊处优惯了, 几乎从没被人这样下过脸, 你帮着外人骗我, 你又有什么好处, 她的眼神最后在王兰心和她母亲之间缩寻, 突然她猛地抬头望向萧远山, 我从年轻起, 就觉得你和她不清不楚, 林洪指着蓝心的母亲, 眼睛亮得可怕, 我不是没怀疑过, 王兰心是不是和你有关系, 萧远山摇了摇头, 林洪, 你从年轻开始就横行霸道, 恰恰要强, 怀疑这怀疑呢, 把我搞得苦不堪言, 我明确地告诉你, 我和王兰心没有任何血缘关系, 但是, 萧远山的目光转向母亲和我, 我已经决定任理想做干儿子了, 以后我们还是一家人, 至于你, 她皱眉, 看向眼前苍老的女人, 我们夫妻三十多年, 今天就圆尽于此吧, 以后各国各地, 省得两看生厌, 此言一出, 林洪几乎支撑不住身体, 向后倒退了两步, 直接跌倒在地上, 好好的满月酒, 最后混乱收场, 我从来没这么痛快过, 王兰心握住我的手, 露出惬意的微笑, 他们母女俩, 从小就是我的噩梦, 我刚出国那两年, 甚至不得不定期去看心理医生, 他悄悄凑进我耳边, 谢谢你, 响哥, 我扭头亲了他一口, 好戏还没结束呢, 简单的财产分割之后, 萧远山和林洪这对过了大半辈子的夫妻, 离婚了, 我帮萧远山搬出了家属院的房子, 回头看去, 林洪枯瘦的脸庞, 一对大眼睛, 诡异又可不, 总算离了, 萧远山坐在副驾驶上, 长舒了一口气, 而啊, 今天是爸几十年来最痛快的一天, 我眼看就要退休了, 以后, 我就在家给你和蓝欣带孩子, 他大笑着, 满心欢喜地憧憬着未来的退休生活, 是的, 再过几天, 一切就都结束了, 我笑了, 一切真的结束了吗? 半个月后, 林洪带着一个装着视频的优盘, 走进医院纪检科的大门, 实名举报了萧远山与药带之间的不正当交易, 一时间, 众人议论纷纷, 漫长的调查结束, 一向爱面子的萧远山几乎是灰溜溜地从岗位上退了下来, 给他去办公室收拾东西的时候, 我默默地将一枚针孔摄像头和扭扣窃听器从他办公桌下扯了下来, 也算是叫了你这么久的妈, 这算是我这座女婿的送您的最后一份大礼吧, 我笑着将监控设备扔进了垃圾桶, 经过这一遭事情, 萧远山的精神和身体很快就垮掉了, 之前意气风发的主任医师, 竟然轮到需要坐轮椅出行的地步, 我作为前女婿兼经过民政登记的干儿子, 则无旁贷地成为了她的第一监护人, 一年后, 我不顾母亲曹军的阻拦, 将行动不便的萧远山送进了城郊的精神病院, 尽管她反复和医生声明, 自己不是精神病患者, 但是我是是医院的医生, 我早就开出了完备的诊断证明, 三个月后, 我去看过她一次, 应该喊您干吧, 还是和之前一样, 喊您岳父呢, 我笑着招呼她, 抱歉, 我不能喊您爸爸, 因为我的爸爸, 早在很多年前, 就已经因为妻子的不忠, 同事的背叛, 场面和敌了, 面前的萧远山, 已经成了一个行将旧木的老人, 颤抖着嘴唇, 想要说些什么, 但最终, 却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, 又过了一周左右, 精神病院通知我, 前一天夜里晚些时候, 萧远山利用床单, 在浴室上吊自杀了, 餐桌上母亲目光呆滞地看着我, 我默默挟了一筷子菜给她,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, 什么都没说, 又好像什么都说了, 后继, 得知了萧远山的死讯, 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回了一趟老家县城, 我的父亲李军就埋葬在这里, 看着墓碑照片上熟悉的笑脸, 我的泪滴了下来, 我永远都忘不了, 八岁那年, 我提早下课, 父亲和我早到家一个钟头, 我们在窗外, 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在屋里和林院长的女婿萧远山打情骂俏, 那间屋子里, 母亲肆无忌惮地和萧远山辱骂着父亲, 将她贬低得一无是处, 我那老实的父亲只是沉默着, 我眼看着她的拳头越窝越紧, 最后却只能无力地松开, 那时候小小的我还清楚, 父亲承受了怎样的屈辱, 第二天, 独自一人去喝闷酒的父亲, 失足从桥上摔下, 永远长眠在了冰冷的河水里, 我呆呆地看着哭得死去活来的母亲, 和随着同事们一起来吊咽的萧叔叔, 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明明背后骂父亲那样难听, 如今却表现得一脸哀伤, 后来母亲迫于生存压力, 将我带回家乡县城, 我逐渐长大, 他们的那一封封往来书信, 也让我终于明白我的出生, 父亲的死亡, 竟然都是违背道德偷情的产物, 我拼命读书, 二十多年后, 当我再次站在萧远山面前时, 他看向我的目光, 愧疚里带几分真情, 我知道, 接下来, 是我利用他的时候了, 在萧远山的支持下, 我顺利和他所谓的女儿萧惠芬结了婚, 他还和小时候一样, 刁蛮任性, 无时无刻不给身边人带来压力, 我辗转联系上, 当初被他霸凌, 出国读书的王兰心, 这么多年, 他的恨意竟然和我一样, 丝毫微笑, 我们越聊越投机, 最后, 制定了这所谓的代孕相亲计划, 甚至萧惠芬的死, 都是我有意为之, 我是精神科医生, 当然知道, 怎样去引导一个天生性格缺陷的女人, 更容易让她对危险的事物产生迷恋, 接着就是王兰心回国, 她在通过母亲向萧远山提出同我结婚的计划, 为了让林洪相信兰心的孩子, 有林家的基因, 我们甚至伪造了不少检测报告, 事实证明, 林洪就是个脑袋空空的草包, 被我们几个高知, 哄得团团转, 一切都过去了, 以后好好生活吧, 妻子握住了我的手, 我们相视一笑。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